每到了农历年节之前 花园市公所都会派员将 中山路地下道和美轮坡道等路段 清洗干净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而今年也不例外 22号晚间开始 花园市清洁队就利用夜间 车流量较少的时刻 搭配交通管制的方式 清洗中山路地下道 希望以干净整洁的世贸 来给民众一个良好的印象 晚上十点一到 清洁队员准时拿出路障 在中山地下道东西两侧进行封路 展开年度清洗作业 一台台水车接续就位 队员们分工合作 以高压水柱冲起墙面及护栏 希望在农历年前 让地下道可以焕然一新 市长为嘉贤也特别到场位 绕并感谢清洁队员 牺牲睡眠时间 为华林乡亲打理出干净通畅的交通药道 在今天我们会非常谢谢我们清洁队的弟兄 那在中山地下道这个部分来做清洁 那也谢谢所有用路人的体谅 那很感谢我们嘉宁议员 跟我们摆队代表 到现场来关心我们队员的一个执行状况 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清洁队员 在大家休息的时候他们在工作 那在防疫期间也是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毒工作 那所以在又碰到年关的时候 又是国家清洁周 有非常多重要的责任都在清洁队员的身上 那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人 能够给清洁队员更多的鼓励 希望在不论在做回收的时候 或者是在丢垃圾的时候 都能够体谅他们的辛苦 再只要特别感谢所有的市民朋友的一个体谅 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清洁队员 多一点掌声多一些鼓励 他们会更有力量替我们所有乡亲继续来打拼 华林市公所利用夜间车流量较少的时段 搭配交通管制 22号晚间10点开始 在中山地下道执行年度清洗作业 趁着农历年前陆续清洗各个桥梁 道路街头装置艺术等公共空间 就是希望能以干净整洁的世贸 带给各地前来的游客一个良好印象 记者 许立琴 华林市报导